朋友们昨天也就是12月16日 咱们的C919大型客机翱翔在香港上空 这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一天 一下蓝绿涂装的C919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 环绕香港两圈进行了飞行演示 那个景象实在是太壮观了 天空还作美 当天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C919完美融入了维多利亚港的景色 要知道这可是咱们国产商用飞机 第一次在香港上空翱翔 真的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次C919在香港可是引起轰动了 各大报纸网站争相报道 掀起了一股国产飞机热 有香港媒体表示 广大市民亲眼见证C919在维港上空翱翔的雄资 可以激发港人 尤其是青少年对国家航空工业发展的强烈兴趣 对香港和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 更积极投身于国家现代化建设 抓住国家产业升级所创造的宝贵机遇 这番话说的真的是掷地有声 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美丽的照片和视频录像 都是香港市民们自发拍摄的 据说很多人早早的到现场等候 就是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和飞机迷拍下了这历史性的瞬间 大家评价最多的就是 C狗呀狗豪狼啊 纷纷为祖国航天事业点赞较好 一位香港市民李先生说 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翱翔维港 特地带了好几个镜头来捕捉这震撼的一幕 他身边9岁的儿子也十分兴奋的说 这段时间呢 同学们在校园里讨论的话题都是关于C919和国家航空业的发展 所以今天很早就起床了 来这里一睹他的真容 听到孩子这么说 真的是觉得太有意义了 借着这期视频的机会呢 我们一起快速回顾一下C919的故事 作为我们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 卖上全球民航市场的干线客机 历经十数年的艰新研发之路 在2017年实现了首飞 C919这个名字是什么含义呢 C啊就是咱们中国China的首字母 也是中国商飞英文缩写CUMAC的首字母 是中国造中国商飞的标志 第一个9的寓意呢 是天长地久 希望我们中国的航空事业能够长久的发展 接下来的19代表的是 中国首型中型客机最大载客量为190座 后面还会在此基础之上 开发更多座位的大型客机 从技术上说 C919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 比如数字化设计 电传操控 复合材料等等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涡扇发动机了 有相关的文献表明 C919配备的涡扇发动机温度 可以达到1600摄氏度 比同级别发动机的温度 高出了300摄氏度以上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的C919 可以飞行更远的距离 并且减少油耗和碳排放 那咱都知道飞机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C919采用了多种先进的安全措施 包括数字驾驶舱 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等等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飞机的安全性能 而这些还只是开始 随着我们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 将不断的有新的技术和新材料 被应用到飞机研制中 另外数字化设计 智能制造等新技术 也将在未来成为飞机研制中的 重要推动力量 研发的脚步不能停 听说咱们中国商费公司 已经开始研究下一代飞机了 而且会采用更多先进技术和材料 当然咱都知道能力越大 竞争越大 责任越大 我们现在走向了更大更高的市场 当然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 说不好听的 现在提出我们不如别人的 那还包括咱们中的一些自己人 对吧 之前我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有人去跟国外比 拿国产率说事等等 还记得这事吧 我是觉得咱们得客观点 说话得客气点 其实懂的人都懂 只要跟大飞机沾边的技术 有哪样是简单的呢 动不动就说组装 那全世界能把几百万个零件 组装起来的国家 拿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我这么说不是要妄自敦大 我们一直都是说要正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努力追赶 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是很好的 也很对 态度也非常专正 差距是有的 我们没有不承认 你看波音公司在赛道上玩了一百多年 空客也成立了好几十年 而航空领域技术又壁垒极高 要想缩小差距只能一步一步来 在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 一口气吃个胖子的事 那是不存在的 这些道理我们搞明白之后呢 我也想说啊 我经常听到有人在看到我们这样振奋 人心消息的时候 会说一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下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从三个角度来说啊 首先从民航角度来看 国内外都在增长 你看啊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现在民航流量已经在上涨了 未来二十年内有预测说啊 全球民航客流量将翻倍 那我们中国的民航市场呢 也在快速的增长中 有数据显示啊 2019年咱们的客运量达到了6.62亿人次 同比增长了10.3% 所以这个前景 大家看看是不是一片光明啊 另外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说 C919的成功研制啊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空工业 迈向高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步 可以说是一大步 而且别忘了啊 这可是我们中国的品牌 做研发的也是我们一批 非常优秀的技术人才 未来一定会加快自主创新的进程 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 最后它还有战略意义啊 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 说任何一项高端技术的发展应用 都有军事化的可能性 C919型大型客机是特种机值得考虑的方向 可能它将成为未来我们空军装备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成员之一啊 2023年到了年尾了 今年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词就是遥遥领先 用在C919上也是十分恰当 如今我们看到它在香港上空翱翔 未来相信它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在未来不只是C919 相信我们的国产大飞机也好 科技创新也好 都会给我们中国人带来更大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